各位今天我将参加电影频道的物件调查 在剧组随身携带的包里面都有些什么随身物件 当然是两支笔 耳机一瓶水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剧本 这个是我现在正在拍的剧本 首先我带两支笔的话 一支是记号笔 然后一支都是 随便平时写字的笔 因为我经常在片场的时候 我们去看剧本会发现一些新的一些细点的物件 所以我们把它们标准出来 这样我等一下去拍摄的时候 就是去完善这些细点 耳机的话就是可能在出工或者收工的路上 比如说水的话是必须要带的 因为你喜欢喝水 所以我们必须帮你们装一通水 塑造角色前你都会做哪些准备功课 其实有很多人采访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回归剧本 因为剧本的话会告诉你一下 所有的人物的性格 人物的经历 所有的事件 剧本都会给到你这段 而且还会在片场跟导演 还有编剧去跟我们去探讨 然后就跟他们聊一下 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人物 跟导演还有编剧心目中的这个人物 是否一致 然后再一起去更加的细致一下 这些细节 为提高作为演员的业务能力 平时会做哪些顾客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就是在片场实践 因为这样的话 我可以快速发现 我的摄像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也能快速地进行调整 然后也可以跟片场的对手演员 去聊一下戏 然后从他们这样学到很多读题 然后也可以看到别人是如何演的 然后以及可以听导演去跟我讲 然后听编剧跟我讲 所以我觉得片场对我来说的话 是一个可以让我快速吸收很多知识的地方 所以片场 一百六十部推荐会 重点影片中 最期待的哪些作品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 《飞驰人称2》 《飞驰人称2》 还有《飞驰人称2》 《飞驰人称2》 等等的我都很期待 你最想合作的导演或演员是谁 我老师 真的很期待给他合作 然后我最近一看的 他的一部电影就是《独行乐球》 我真的是天权子 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 科幻类型 向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吧 有啊 《独行乐球》啊 然后电视剧的话就是三体 压力导演的三体 除了片场 平时你还会做哪些积累 我平时也会看一些 不同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 然后前两天又重新看了 原之前看过的一个工画电影 叫做《门战志工学教师》 然后里面的有一句台词 我个人还是觉得蛮酷的 就是 我命运我不由天 可命运我不由天 是魔是先 我自己说了才算 我觉得这些中国的动画电影呢 尤其是关于神话题材的 它有我们国内独有的这个实面体系 特有实面体系 所以我非常喜欢看 你在未来的演员道路上有什么规划 其实现在的我对未来的规划 看能有那么注意 可能在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我会想着以后我要干嘛 然后会畅强未来 会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我 我觉得我需要把我好眼前的那一个机会 做好我现在生日的事情 可以做到我觉得 做到最好的程度就我觉得了 其他的事情的话 未来的一些事情还是太远了 就随远吧 目前你正在恒电拍摄《线台有数》 饰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呢 我在《线台有数》的这个品色 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塑造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保重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线台有数》